如果還沒想到用什麼角色的新手援 可以考慮重心感謝大家的一直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 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繼續和大家版國藍 最近就幫了不少觀眾做體檢 見到越來越多新面孔加入我們這個家庭 所以今次影片特別名借肥婷 借出這個帳戶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最近入坑的觀眾他們的開荒流程 怎樣獄成角色 鑽石怎樣部署等等的問題 避免走錯冤枉路 好,那我們事不宜遲又馬上進入到遊戲界面 Let's go 今次的影片就會分回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關於我們的挑戰關卡優先度 第二部份就關於我們的彈池部署角色選擇 第三部份就關於我們的獄成角色 在關卡的優先度方面 我們左上角會有一個托直許可 裡面的許可等級影響我們的機甲或機師的上限等級 至於怎樣可以有效獲得許可等級呢 就是透過我們的核心企劃 特別是精英協議 裡面也會有不同的導行 例如精英關卡要解 手令剿滅要解,前線試煉要解,戰術模擬 還有我們的兜技場等等的關卡 次序方面我們是優先推所有主線 包括我們的緊急任務 而右方你會見到有一堆的清單 例如戰場遺留 代表著你打主線的時候有大量補償都還沒拿回 然後有托直受限 要提升我們的托直等級才可以繼續任務 還有灰獎行動 主要就是獲取指定的S級機甲 就著相關的S級機甲 我們都有個優先次序 第一個優先推滿的就是墓式之牙 第二個優先推滿的就是格萊羊 至於第三個的話 如果有西爾維亞可以考慮孔爪 我們的兌換方向是針對還未擁有的機甲 例如墓式之牙是未有新部 優先換新 如果已經有新手手腳腳的 就可以考慮換其他S級機甲 至於瑪爾薩斯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基於新秀前期的限定彈池 又或者自選池是沒辦法獲得艾琳 而獲得艾琳的方法只有一個 就是透過這個常駐池的1.5% 分別有19個S級機師 所以它的專用機甲是否重要呢 你抽到當然重要 但在這樣的概率前提下 就跑著其他碎片會更加實際 所以去到這個位置 如果有落沙的我們會優先換落沙 大致上灰準行動我會用這個次序來兌換 其實還有一個特別委託 每一張主線都會有一些解謎關卡 解謎關卡中可以獲得大量的鑽石 有時間的玩家亦都可以在本頻道找回對應的主線攻略 我們挑戰完主線下一步就是挑戰我們的精英關卡 補箱未有不要緊的可以回頭解 但成就會影響著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經驗值 所以我們優先就解滿所有成就 解滿完所有成就就會獲得一些提升角色的仿新電腦 那仿新電腦又是什麼呢 我們經常提及到的Alpha區、Beta區、Gamma1區、Gamma2區 那這一堆的神經驅動 都是要透過精英關卡來收集更多不同的材料 開得越多的神經驅動分區 就會觸發不同的效果 最明顯有分別的就是我們的負列達 負列達到Beta階段就會開放負栽強襲 又或者西爾維亞只需要升到Alpha1區 他的追擊戰就不會局限於擊殺目標才可以觸發再攻擊 就算擊破部位也可以觸發再攻擊 所以我們新手來說先要條件開放了大量角色的Alpha區、Beta區和Gamma區 我們開放完神經驅動 下一個部份就是透過體力值 挑戰前線試練 我們首要目標就是令它的評分基準到S S的話就會影響著我們每次獲得一些機甲的強化材料 前期來說我們的輕型機甲和中型機甲是比較缺乏的 我們可以優先使用這個模組沉獲 獲取更多中型機甲的材料和輕型機甲的材料 重型機甲材料的話前期就不建議大家碰 始終的重要性不大 練好了一些輕型機甲和中型機甲就足夠了 那我們看力值 下一個部份就會用回首領剿滅 首領剿滅最核心的就是可以獲得一些機甲的武器素材 假設大家已經打了其中一把高等級橙色武器 就不需要再拆下去 跟我們後期有點相反 因為後期會有科研系統 要透過拆BOSS關卡獲取更多科研道具 但在新手前期我們集中於獲取其中一樣的橙色武器品質 夠用就已經足夠了 我們拆完首領剿滅 去到最後就是戰術模擬 戰術模擬這個位置大家也不可以少看 因為我們每一次進行自動演算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一些對應晶片 那算力晶片影響什麼呢 就是影響剛剛提及到的神經驅動 你要角色開到更多的被動技能 除了提升了他們角色等級 開放到指定的神經驅動之外 第三個重要元素就是打對應的晶片 有了晶片才會有算力 有算力才可以開放更多的被動技能 現時入坑的新手其實都蠻幸福的 因為不時會有個神秘商人 可以購買一些高算力的晶片 如果大家還未打前線試練的話 就可以透過我們遊戲的神秘商購買 接著來就介紹一下一些彈池的策劃 角色選擇方面必定要換一隻西爾維亞 開放時期必備 換完西爾維亞就會換一隻紅 都是開放必用 有了這兩位輕型機甲駕駛完之後 再加上新手手抽免費送的弗烈達 這三輕型機甲隊伍 可以挑戰剛剛提及到的前線試練關卡 解回輕型組件尋獲 如果已經擁有剛剛提及到的三名輕型機甲 接著來新手7日登錄的特別獎勵 都有不錯的機師和機甲給大家選擇 例如奈奧米、塞紋都是必煉的 至於駱沙這隻角色 該人認為就不是100%需要 有需要可以等到伏克先再抽 而還有今次限定池的海利 有能力當然滿特最好 但荷包方面都頗吃力 如果真的剛剛入攀 海利這個位置其實不建議這麼快用這麼多錢去到滿特 但不課都課了那又繼續用海利 還有載動奶 因為未去到70級 還未可以學習這個載動機制 導致40級載動奶 你未必知道這角色強勁的地方 所以新手前期載動奶都可以不抽 至於其餘的還有艾琳 抽到的就必定要上 全遊戲CP值最高的戰術家 所有關卡都會使用到 這角色亦有一個幣處 就是要去到60級學了練獄 你才會明顯見到這角色變質 如果還未想到用什麼角色的新手們 可以考慮海登 代拿或格蘭特 我們的開方三小強 大致上的彈池策劃就是這樣 有西爾維亞、有熊、有弗烈達 其餘的彈池不用抽 留回明日香 手衡的可以抽一抽常駐池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中一隻艾琳 中不到艾琳不緊要可能中一隻蘿蠟 都可以 又或者八月威廉都是沒問題 至於到機甲部分 有格蘭陽的就優先選擇格蘭陽先 有墓式之牙的優先選擇墓式之牙先 最後先考慮孔爪 如果大家沒練到洛沙就不用特別換XR 至於保師的機甲也不建議大家特意用這個自選卷來換 因為今次的環島物令 如果大家有買到高級指令的話 是可以獲得一部治療機甲 潮陽 建議大家可以使用這部機甲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介紹完這個彈池部署之後 接下來就介紹一下角色玉城 星角色的次序我會選擇 然後到紅西爾維亞 第四隻星就是其他的副師位 第五隻星就是塞紋 機甲都是同一原理 主師位的副裂達 格蘭陽和孔爪都會優先升 升完之後有多的例如雷克斯、XR、日魯 還有我們保師的專用機 放在後少少的位置先再升級 如果機甲方面已經升完 我們可以慢慢調整機甲的背包 背包方面我們優先可以選擇護甲背包 就算是藍色品質都可以照使用 戰術家的例如奈奧米、艾琳的 用回手工背包 因為進行對戰的時候就會有傷害值提升 除了剛剛提及到的關卡大家需要挑戰之外 記得還有我們的邊境衝突 其實邊境衝突大家不用太擔心 最主要是獲取前者兩個區域獎勵 拿完指定的橙色機甲或者紫色機甲就可以了 最後當然還有我們的PVP排名 盡可能在我們每日結算之前 嘗試挑戰一下全滅的狀態 因為我們全滅敵方的時候 會直接進級到另一個段位 新手要注意的事項大致上就是以下這一堆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真的看到這裡 有興趣深思思想入坑的 歡迎大家加入 加入之前記得進入我們的Discord 因為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兄弟 會幫助大家解答很多新秀的基本問題 有興趣當然可以參加我平時的直播 不定時都會幫助大家體驗一下帳戶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歡迎大家可以去到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慢慢逐一解答 好那我們就下條片再見 拜拜